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好的世界有大大的妙用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王小小日记 相信啊每个人的家中呢都会有蒸笼 这个蒸笼啊我们买电饭锅的时候可能会赠送 那它除了蒸馒头啊蒸饺子之外啊 还有很多的用具呢 今天啊跟着小小一起来了解一下蒸笼的小苗用吧 生活中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红枣 这个红枣啊能够继续啊 我们煲汤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们在煮枣之前都会把里面这个枣糊给去除掉 尤其是家中有小孩子的啊 如果带着这种枣糊煲汤的话会非常的不安全 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蒸笼来快速的去除枣糊 首先呢我们准备好一根筷子 然后拿出来这个枣对准一个蒸笼的眼儿 这样我们往下压 这样筷子就穿过去了 那我们的枣糊呢也就掉下去了 我们看一下 翻过了呢 这样这个枣糊就能够轻松的取除掉了 那蒸笼的第二个小苗用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根绳子 那准备好一根绳子之后啊 我们需要从这个孔传到这个孔 具体的操作步骤呢 就是从这儿抽出来 穿进去 穿进去 反过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抓取绳子的这一端给它打个结 那这样呢一个晾晒盘子就做好了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需要风干晾晒的食物放在里面进行晾晒了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好啦今天分享的小蒸笼的妙用大家都记住了吗 如果你家也有小蒸笼的话 千万不要再让它闲置了 赶紧利用起来吧 那今天的内容到这里了 小小的世界有大大的妙用 让你了解更多小脚招 关注我